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V2 无线版的3D纹理 面积更大 遍布整一块测裙 采用Micro USB连接线 柔制线材 插头也是通用型的设计 可以跟毒盔中期版共用 底盘做了一些调整 有一个接收器收纳舱 以及做了开槽 使得它可以兼容充电底座 旁边则是反载配置的切换 以及连接模式的选择 考虑到无线续航 取消了滚轮灯光 是保留尾部的logo灯效 多年来 炼玉回车系列历经了多次的调整打磨 握感早已无可挑剔 中大手型游戏玩家 妥妥的右手人体控制的首选之一 目前 也就只有新的光学微动 在点击手感表现上 会存在一些争议 雷蛇链与葵蛇VR专业版 宣称采用了第二代光学微动 不过实际体验下来 按键点击手感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相比V2 在极快速而且有力的点击中 是已经完全消除了杂音 这一点改进还是挺不错的 或者说它的模具精度有所提升吧 针对手上的这一个样机 左键会比右键确一点 右键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层 配置上 搭载了无线游戏鼠标平台 所普及使用的PAW3399光水传感器 具备低功耗 高性能特性 与之匹配的还有HyperSpeed无线技术 稳定性 低延迟 绝对的低梯队水平 当初于HyperSpeed无线模式下 70小时续航能力跟独魁终极版是完全相同 但是它还多了一个低功耗蓝牙无线 最高可以达到120小时的续航 雷蛇链鱼 魁蛇 VR专业版 基本上是完全照搬了目前无线游戏系列的那一套解决方案 HyperSpeed无线技术 轻量化 雷蛇旗下最先进的PAW3399光水传感器 通用的充电底座 光学微动 油脂线材等等 在这基础上 还全新加入了蓝牙无线 这是三种连接模式 困难使用可以有更长的续航表现 如果你是老魁蛇用户 这一代无线值得升级 毕竟续航 轻量化 高性能 它都齐备 那么 这一个版本的链鱼魁蛇 是你心目中该有的样子了吗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